全身羽毛从头到胸前呈现蓝色的台湾蓝雀 是台湾特有种的鸟类 更是保育类动物 每年3到7月是它们的繁殖期 台北市东宝处提醒 牧鸟可能会因为护鸟而做出攻击行为 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弄繁殖期 那上面就可能会有这小的那个幼鸟 雏鸟 那你经过的话 太过于靠近让它觉得说 你好像是要侵犯它的话 它就可能会有这个忽悠的行为 台湾蓝圈的雏鸟付出后 青鸟可能会以铺鸡头肩部的方式 驱离靠近的行人 民众可以避开繁殖区域 用撑闪戴帽子的方式路过 共同营造友善的生态环境 我们人类把它定义成说 这好像是在攻击 但就它而言的话 是在保护它的小孩 另外在青鸟育除过程中 偶遇幼蜀落潮 不必急着减食 可以在旁观察 并且立刻通报动保处 让专业的人士协助带回安置 如果做出恶意的行为 将面临判刑 拘役或病科罚金 提醒民众切勿 以身事法 既成华传媒报道